欢迎大家来到咖啡最终于公司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比赛是2022赛期 中央平安中处球消费超级连赛 第十轮的一场焦点战 梅州客家迎战成都农城 低谷球的机会 这小球是来自于科索维奇 偏得不多 打门质量依然算是不错 科索维奇这个赛季 进球助攻都有 右路 上半时比赛 更多进攻的威胁 都是来自于梅州客家 右路 低边球 科索维奇 消魂的脚后跟给到进去内 最后是 乌卡诺维奇拍马赶到 将球在小禁区脚上送进了球网 注意看这个球 乌卡诺维奇传球之后 自己再继续往前插 最关键的一刻就是在这一下 科索维奇销魂的脚后跟 销魂的伯格坎普式的脚后跟传球 终于是让梅州克加在上半时 20分钟左右先领先比分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次传球 这也是梅州克加这个赛季 整体打法的最佳呈现 连续的传球配合 将球最后传进球门 乌卡诺维奇 克加的这一集的外援性价比 还是比较高 再起球找到进区中间 这是杨毅林胸部停完之后 右脚打门 来自于尹鸿博的起球 停完球之后 杨毅林将球顺到自己的边侧 拿到了一个传打门的空间 杨毅林 其实他的脚法都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直接拿到下半时 外围要直接打了 皮球高的比较多 这样比赛梅州克加 一直是压制了大概得有六七十分钟时间 成都龙城的比赛节奏 一直是持续到罗德里哥被换下以后 传球失误了 看一下这脚 左侧 直接打门 门家哭了一下 侯宇 这是防守端自己后方线上的一次失误 让成都龙城拿到了左侧大门的机会 这是金人友啊 自己带球拖了进去之后 速度不是很快 但打门的质量还行 脚球机会 给到后点 投球攻破了 这球在门线上 乌卡诺维奇将球挡了出来 但最后裁判裁定 皮球是没有整体越过门线 并不是一个进球 第五球机会 左脚 依然没有太大的威胁 这时候其实成都龙城 似乎是 已经觉得比赛的胜利 在和自己渐行渐远 边路 要起长转了 瞄一下队友的位置 直接起 看一下后方线怎么来处理 投球回点点消了 这是一个乌龙的投球助攻 刚刚换上场的胡和涛 完成投球进球 这球后方线的处理 明显是没有能够判断对皮球的弱点 送给对手一个乌龙进 乌龙助攻的机会 再来看 胡和涛啊 刚刚上场没多久 胡和涛就将比分搬平 而这还不是比赛的结果 再过了六分钟时间之后 再来看这次定五球的机会 起球 给到地区内 投球顶出来 又是乌卡诺维奇 顶完以后 无地附近 来自于周定阳 百步穿阳的打门 我们再来看 定下以后刚好是落到周定阳脚下 不停球 直接打门 将球送进了球门的 左上死角 以及超级无解的 世界波破门 来自于周定阳 能相信吗 这场比赛成都荣诚 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 居然能够反白为胜 拿了他联赛当中的两连胜 这个球打进之后 这个比分 也是让成都荣诚 依靠2比1的坑 在联赛中 上升到排名第十 台词